死对头影帝的吻痕照片流出,热搜炸了 一名小白花点赞,让所有人以为女主是她 影帝半夜爱特我,记得负责 我和她微博对峙骂了一百多层楼 直到她甩出一张照片,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 上次你醉酒抱着我亲的照片,你要不,先看看再说 假日,我换小号在网上冲浪 我点开自己的微博抄话,津津有味地刷着里面的内容 照片评论区每天都有有趣的夸赞方式 你已经被我选中了,马上放下羞涩和我结婚 不要再挣扎了 接触网络前,我是个自卑腼腆的人 连和人说句话都不敢,感谢网络,让我变得开朗自信 我现在已经狂的不是人了 嗨,我的老婆,有人问我是男是女 我说我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我是为你而生啊 无语,稍微有点滋涩就可以了 你不必美得如此满分 除了清一色的夸夸,当然也有黑粉在底下喷我 评论区都是什么成分 这种颜值也要吹吗 这个放在内鱼不就很普通吗 为啥这么多腿毛 这不就是很网红的长相吗 乔丸比他好看太多了 几天不看微博,发现我又被买了黑料通稿 营销号到处拿我和同妻小花起碗做对比,捧他踩我 刷得正起劲的时候 我看见了一个晦气的名字挂在热搜 我坐起身定睛一看,发现这个热搜十分劲爆 陈云彻纹痕痕照片曝光这小子,居然都背着我交朋友了 我当吃瓜观众点进这个词条 津津有味地翻了那几张爆火的照片 那确实是陈云彻,没有被AI换脸 照片中的他,穿着黑色西装 双眼透露出清澈的愚蠢 脖子上挂着好几个显眼的暧昧吻痕 一向被网友说是纯爱战神的他 如今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点开评论区,看网友瑞萍 他防了,他防了 什么纯爱战神,全是营销的吧 这吻痕这么多,感觉亲的那个人一定很能洗 彻哥这照片看上去好境遇 最上面的钮扣还掉了一个,瘦不鸟了 麦艾斯,麦艾斯,年纪大了 看不得这种小情侣的把戏,撤了 我刷了几百层的评论,笑得想死 没想到,陈云彻也会有这一天 等我退出来的时候,热搜第二条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齐婉点赞爆料 齐婉是和我同期的,95后小花 他家粉丝一直把我当成假想敌 基本很少在微博出现的他 这次一出现就是大新闻 他点赞了陈云彻的吻痕照片 大家纷纷猜测,指出齐婉肯定就是这件事的女主 因为之前齐婉和陈云彻合作过 齐婉对他高度好评,满眼冒猩猩 两人瞬间被拳网磕,CP,他们居然在一起了 那婉姐应该也快升咖了吧 到时候甩立之几条街 富黑影帝和可爱小作精,两个人好般配,磕到了 我记得彻哥之前说有喜欢的人,应该就是他吧 藏得好深 齐婉当天空降粉丝群,在群里说的暧昧不清 我和云彻老师是好朋友,私下关系很好 大家可以先不要猜测,到了时机会告诉大家的哦 他人很好,很招人喜欢的 这下,全网开始起哄喊他嫂子 吃完瓜后,我心满意足地给陈云彻发去信息 你小子又火了一把,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公众人物,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亲亲也不着急在酒店楼下亲马 小心网友扒得你底裤都不剩 刷你的热搜,我刷半小时 我今天又浪费了宝贵的三十分钟 那我不打扰你和小女朋友共度经销了 对话框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 他回复 还没等到他回复下一句,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梁姐的电话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吓得我差点把手机抛出去 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还有工作? 梁姐怕我挂电话,迅速地说 姑奶奶,上次跟你说的那些真人秀 你要小心一点,说你哪天摄影就上门了 这是真人秀,可没有剧本 你别不当回事,我们就靠这次真人秀 看能不能小伙一把 上次在剧组你被全网黑的事还没过去呢 千万要注意形象,把性子收一收,行吧 我躺在沙发上,听着梁姐的训导 为了早点结束对话,我认真的回应她 放心吧,出发行李,我早就收拾好了 梁姐满意了之后,便很快挂断了电话 在点进消息列表的时候 陈云彻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不用羡慕我,丽芝老师,因为你很快也会火的 我的微博后台多了,999加私信 来了一条接一条的评论和艾特 点开一看,刚刚的热搜都没了 新增爆款词条 陈云彻回应事件 陈云彻让丽芝负责 他在自己的微博大号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丽芝,记得负责 看见这短短几个字,我血压飙升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亲的,想拉我出来当挡箭牌门都没有 我瞬间化身键盘侠,在底下评论他 是不是提前进入更年期 艾特人都艾特错了 刚好这几天我没事干 我可以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大脑 他一口咬定我就是女主角 在这条微博下面,我的评论被顶到了最热 点赞人数达到500万 我和他吵架的评论占了100多层 我和陈云彻是青梅竹马 一直以来关系都很好 经常互对,所以大家都习以为常 齐婉发信息,小心翼翼地试探我 你和云彻是真的吗 我差点没一口血喷到键盘上 我在屏幕上敲下几个字 不是我,我没有 我就算和一只小猪在一起 都不会跟他在一起 说完之后,我才觉得自己的心情输畅了不少 过了好一会,齐婉才说 那太好了,我和云彻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的网友真是什么都乱讲 怎么云彻也闹小孩子脾气 没事吧艾特你做什么 虽然你们关系很好 但这不是容易引起大家的误会吗 随便应付了他几句后 陈云彻估计是跟我吵得脑热 回复了一句 上次你醉酒抱着我亲的照片 你要不,先看看再说 他甩出了一张模糊的自拍照 照片上的我一脸激动地抱着他的脖子亲 眉眼舒展 而陈云彻拼命想把我推开 这里亲的地方 就是陈云彻爆料上的暧昧吻痕 我人傻了 看这期是最近的一次网会上 我好像确实后面喝多了 醉了之后 我就忘了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只记得我确实和陈云彻在一起 我和网友一起炸了 卧槽 啊,这照片直接垂死 女主竟然不是乔婉 是荔枝 这什么抓马走向 如果是喝醉了的话 酒后乱信也是有可能的 两个人收定在一起了 等等 我怎么感觉车哥脸上 并没有抗拒的表情啊 总感觉他一脸享受 酒后乱信 这四个大字在我脑海里不断浮现 难道 真的是我轻薄了他 飞速思考之后 我编辑了一条微薄道歉 称自己那时候好像确实是喝多了 搪塞过去之后 我松了一口气 从此 我无法再直视他的脖子了 早上还没睡醒 门外就传来了规律的敲门声 我用枕头捂住耳朵 发现这声音不仅没听 还越来越大 梁姐在工作日经常会来家里找我 和我讨论一些工作事宜 我眯着眼睛走到门口 打开门的时候嘟闹了一句 就不能晚点来吗 可以打开门 外面站着穿戴整齐的陈云彻 以及身后几个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 该死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是真人秀 困意瞬间消散 我把陈云彻迅速拽进来 然后猛地关上门 我把他推到墙上 用手捂住他的嘴巴 皱着眉心问 怎么不提前通报我一声 陈云彻眨了眨眼睛 一言不发 眼睛慢慢往下地往下打亮 眼底逐渐覆盖上某种情绪 我才意识到自己此时正穿着真丝吊带睡裙 并且两个人正紧紧地贴在一起 眼睛无意中撇到了他脖子上的吻痕 我脸颊瞬间发烫 空气中的温度似乎在逐渐升高 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陈云彻抚在我耳边 低声开口 你还要在我身上贴多久 我缓住双臂 从他身上弹开 赶紧后退了几步 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刚刚残留的暧昧气息 此时还未消散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我竖着手指警告他 拍真人秀的时候 你不准乱说话 也别再提那件事 陈云彻淡定地剥了剥头发 嗯 便宜都让你站紧了是吧 我飞速跑到房间 去换衣服拿行李 这次的真人秀 理想的生活 二 受到全网关注 是所有人从开拍之前 都十分期待的节目 它是社交观察类的真人秀 主要看点便是人际关系 感受明星之间是如何相处 地点选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古镇上 在这里 十个小伙伴会一起住七天 展开一段故事 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后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 随后我们并排走 起晚戴着鸭舌帽 穿着防晒服 拉行李箱的时候 满头大汗 他走到陈云彻旁边 若无其事地说一句 我装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好重 我们还要走二十来分钟吧 陈云彻像是想到了什么 表情一脸严肃 对 还要走二十分钟 我应该单起做男人的责任 主动帮助别人 镜头对准了陈云彻的脸 那眼神坚定地可以入党 起晚十分感动 心心眼地看着陈云彻 他刚想把行李箱松开 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 陈云彻走到我身边 一把接过了我的行李箱 我 起晚 弹怒 他帮我拿了行李箱之后 我看着起晚的表情 瞬间凝固住 他攥紧了自己的箱子把手 继续往前走 我笑得想死 陈云彻你这小子又言不尽啊 起晚大美女的衣服 都被汗水弄湿了 明明是晚晚先过去和他搭话的 怎么他还不先帮人家呢 刚开始就这么抓马 以后不会上演一出三角链吧 不管怎么说 咱们彻哥都帮别人了 大家别吵了 我哥还是这么乐于住人 我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想把行李箱重新接过来 但我的手心 却直接按到了他的手背 一瞬间感受到陈云彻套人的皮肤温度 陈云彻戴着墨镜 嘴角微微上扬 立直老师 你倒也不必如此激动 我抿了抿嘴唇 将手缩回来 头转到另一边 我清晰地听见他低声笑了笑 起晚把这一幕看在眼里 在后面叫住了我 开口问我 直直 你和云彻亲为竹马 那你对他有什么想法 你们经常有这种肢体接触吗 听到这个 我两眼一黑 我急忙摆摆手解释一通 我们虽然一起长大 但我对他没什么想法 至于这几次出现的肢体接触 真的都是意外 我们彼此都把对方当傻子的 互相看不上对方 说完后 我认可得点了点头 似乎把自己都说服了 但起晚脸上依旧写着两个大字 不信 节目组准备的房子有五个房间 两个人住一间 装修风格十分古朴 颇有古镇的特色 当天晚上的破冰活动 根据大家的提议 准备了传话游戏 呐喊游戏和对视游戏 所有人到了新环境都十分兴奋 期待晚上的破冰游戏 我在一旁惆怅 因为我最不擅长的就是玩游戏 只要我出马 必输 游戏之前的抽签 我还抽中了和陈云彻一组 他默默地坐在我旁边 挑了挑眉 知道你玩游戏烂 没事 我玩得也烂 咱们就垫底组合 不丢人 到了呐喊游戏环节 每个人都格外兴奋 这个游戏 需要两人带上播放着嗨歌的耳机 双方在听不见彼此声音的情况下 靠口心交流 一个人出问题 一人回答问题 我和他交流起来的时候 简直像两个智障交流 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辨别出来了 他似乎在问 你喜欢青蛙吗 我一字一字地往外蹦 大吼 不 喜欢 结束后 我沾沾自喜 至少我听懂了一个问题 不至于太废物 可陈云彻自从这个游戏之后 心情似乎就不是很好 到了最后一个对视游戏 我信誓旦旦地保证 这个游戏我们肯定可以赢 不就是对视不能笑吗 陈云彻在我旁边低头闷闷地说 我们能不玩这个游戏吗 我不想玩了 我斩钉截铁地说了声 No 闻到我们进行对视的时候 仿佛大家都很期待 尤其是齐晚的眼神特别有缘 我和陈云彻站起身 彼此面对 计时开始 陈云彻目不转睛地和我对视着 眼神从烦闷逐渐转向温柔 他的瞳孔漆黑 幽暗 带着些孩子般的清澈 思维都安静了 和他对视了一分钟之后 我的呼吸越来越不平稳 心莫名其闹地加速 这貌似是和他相处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和他对视 因为距离拉得近 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他温热的鼻息 还有他身上传来的木质香水味 陈云彻的耳间渐渐变红 眨眼睛的频率越来越高 他的呼吸好像也紊乱了 镜头拉近时 弹幕疯狂刷屏 这暧昧直爆表啊 谁说他们只是简单的 青梅竹马欢喜冤家呀 建议茶茶不向眼的 这反应有点大 两个人在进行眼神交流的时候 会产生和尔蒙 可是这和尔蒙产生的也太多了吧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就嗑这一对了 别拦我 他们一定要锁死 陈云彻忽然跌过头去 眼睛看向别处 开口认输 难度太高了 周围的嘉宾都很捧场地开始鼓掌 并且掌声越来越大 坐回原位之后 我嘲笑他 你玩游戏确实不怎么样啊 这种对视游戏最简单了 怎么会过不了 刚刚你耳朵爆红 怎么回事啊 陈云彻耸了耸肩 热 我疑惑 开了空调 也热吗 破冰游戏结束后 节目组告诉我们 第二天的交流主题是 暗恋 可以写下暗恋是什么感觉 也可以编写一个故事 也可以写一段歌词 自由发挥 然后大家互相评分 听到这个主题 我眉心皱成一团 因为我脑海中 飞速闪过之前的校园生活 跟暗恋沾边的经历 真的没有一点 我没有暗恋过别人 也没有人暗恋过我 我就是个单纯的情感白痴 陈云彻瞥了我一眼 我赶紧说 别看我 我也不会 毕竟在学生时代 陈云彻作业 还真没少抄我的 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时候 我在知乎上偷偷搜索 暗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底下的回答 竟然达到了近五千条 原本是奔着搜罗感受去的 结果我点开了里面的 一本又一本言情小说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一道轻快的声音 我叫了一声 差点把手机扔出去 不远处的陈云彻勾勾起了唇角 慢个精心地说 大学霸这种东西也要查 以前没暗恋过 我把手机盖住 占红了脸 如果说让别人当场抓包 看言情小说的尴尬度是50% 那么让人当众知道 暗恋的问题 要上网查的尴尬度是500% 前晚似乎意识到 自己不太礼貌 赶紧帮我解围 没事 我也不知道暗恋是什么感觉 因为解都是明恋 半夜12点 我坐在客厅的窗前 关于暗恋的事情 那么是一个字都打不出来 看见陈云彻 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小跑到他面前 双手核实 写完了吗 借我看他行不行 我不抄你的 他转动了一下眼球 看着天花板 懒散地摇了摇头 我拽了拽他的衣袖 装作一脸可怜的样子 声音放软 求你了云彻哥哥 要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明天我铁定丢脸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装绿茶这件事见多了 也就能效仿一点了 陈云彻懵了 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 他应该没想到 我会顾忌重施 用撒娇这招 小时候也有事情求帮忙 我就哭着叫他云彻哥哥 即使当时他嘴上千般不愿 最后也会一脸别扭地答应我 长大后 我就再没这样叫过他 而现在 陈云彻一脸严肃地让我滚 转身脚步匆匆地走向自己的房间 我追在他后面问 你到底有没有暗恋的人 难道你也没有 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没有喜欢的女生吗 我看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朝我慢慢走过来 把我抵在墙上亲吻 我们稳得缠绵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 空气逐渐升温 把暧昧推到了极致 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嘴角还挂着笑 对床的勤卵戳了戳我的脸 你做什么美梦了 我眯着眼睛 脑袋发懵 脑海里浮现起梦里的羞耻场景 我迅速用被子蒙住头 虽然梦里的那个男人没有看清脸 但还是羞耻 太羞耻了 到了交流环节 我只能默不作声 大家侃侃而谈 谈到过去的暗恋经历 甚至潸然泪下 但我说不了一点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 这是在说啥 我刚刚一直注意到 荔枝好像在憋大招 没想到 他是在想怎么编一句话出来 这解释有点幽默细胞的 只是大家生性不爱笑而已 可能荔枝解释 真的没有这种经历 这也没什么的吧 陈云彻伸的懒腰 打破了尴尬 那我来说吧 这个我熟 他看着手机屏幕念 声音清脆又温和 暗恋就是 他走过的荒漠都能绿草丛生 即使对他喜欢到了极致 但他只想和你做朋友 所以为了让你们的关系 能够维持得下去 你只能选择克制 会为他记录每一天 和他有关的心情 会保存和他的每一张合照 看见他开心 会嘴角上扬 看见他难过 一定会先在心里流泪 他说的认真 动情 大家都认真的听他说话 有人红了眼圈 我的心轻轻一颤 这家伙果然有过 暗恋经历的人 偏偏不告诉我 发言完一轮过后 大家互相评分 评分结果五分最低 陈云彻分最高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结果 秦霜突然开口 直直有人给你打了满分 是云彻的 我看了他一眼 他只是抬眼淡淡地说了句 是我 就是看他太笨了 分肯定低 但是笨得可爱 所以我给他打个 一百分意思一下 卧槽 特殊偏爱 谁懂啊 陈云彻就给他一个人打满分 彻哥你真的别太爱了 这也太明显了点 全世界都能看出来 彻哥喜欢他 估计只有荔枝一个人不知道 节目暂停我去上 你们先去民政局 扯个正先好不好 我的耳朵顿时感觉发烫 因为从来没人夸过我可爱 微博上 陈云彻上了文语榜热搜 资深暗恋人 在夜谭环节 陈云彻就坐在我旁边 他穿着一身红白相间的休闲运动服 多了几分独特的少年感 我凑过去低声问他 你暗恋的人究竟是谁啊 我认识吗 说完后感觉不太妥当 于是我又接了一句 认识的话 我可以当红娘帮你牵了线 他一定很喜欢她 不然为什么每次提到都会脸红 陈云彻用手指点了点我的额头 把我的好奇心推了回来 他说 笨蛋 不告诉你 我顿时觉得自己 问的似乎有些多 为什么自己要那么关心 他在暗恋谁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 古镇的晚上凉风袭袭 窗子里透进来淡淡的青草香味 在镜头里 我们就这样面对着微风 轻轻吹动发烧 传达出一种静谧的感觉 回到防徽里 我又开始忍不住搜索 暗恋的人会有什么举动 这次没心思看小说了 里面的答案太多 我只记住了几个 会帮对方解围 会主动帮忙 会忍不住和对方搭话 记住和对方有关的 每一个特殊日子 直到我刷到一个 奇怪的匿名帖子 月看月觉得 这发帖人熟悉无比 里面记录了 他近十年的暗恋历程 小时候和他一起 上述摘牛油果 被当场抓爆 为了考试考好 通宵了一个月 为了和他分到同桌 他心情不好 就特地跑三公里 去买他喜欢吃的煎饼 每一条 几乎都和我脑中的记忆贴合 最新内容是今晚更新的 他一直问我暗恋的人是谁 他可真是个笨蛋啊 看到这里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脸上微微发烫 匿名人的 IP是云南 我们的古镇在云南 一切巧得有点不可思议 可向来就喜欢和我 对着签的陈云彻 怎么会喜欢我呢 就在我强迫自己 不去想这件事的时候 我又有了一个惊艰大发现 陈云彻的钱包 调房问门口了 这个钱包 是我之前送给他的 二十岁生的礼物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三张 我和他之间的搞怪合照 有一张便签 上面写了几个愿望 其中一个是 和他一起去看海边的烟花 还没看完 手中的钱包 就被一只手抽去 陈云彻站在我面前 低头看向我 眼眸淡淡 他歪头 一言不发 在等我开口 和他对视的那一刻 有一瞬问心脏骤停 我下意识地想逃避 我后退了几步 迅速说了句 晚安 陈云彻攥着钱包 站在原地 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如八月微风吹排过的风鸣 今晚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终于确定 陈云彻是真的喜欢我 曾经在一次聚会聊天上 有人问我 为什么不跟陈云彻在一起 我说 只有好朋友 才能一起在一起 我不太相信爱情 陈云彻听了这句话之后 低头闷了一口酒 眼睫轻轻抖动 你们想太多了 我怎么会喜欢他 从被我发现之后 我和他的关系 一直处于 种奇怪的状怜 我总是下意识 想避开他 两个人一组 做活动的时候 我立刻选择了别人 夜晚的海边户外烧烤 我和他的位置 也离得很远 所有人都吹着海风 在高谈阔论 我的手机轻轻震动了一下 打开一看 是他给我发来的消息 我们单独谈谈 我攥紧了手机 还是站了起来 跟他在附近的沙滩上走走 陈云彻不再像以前一样 用漫不经心的语气和我讲话 也不再逗我 他认真的说 你最近一直躲着我 是因为看了那些合照和愿望 你已经知道 我一直喜欢你了 你觉得有些别扭 或者说 你本来就只想跟我做朋友 你害怕我们的关系 会维持不下去 就算你不喜欢我 也还是可以一直 把我当好朋友 他自嘲的笑笑 眼圈微红 就是有点挺不甘心 不甘心只做朋友 我不会给你压力 本来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 能和你待在一起 我几经感觉很好了 自从上次你跟我说 你想和我做一辈子的 好朋友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我就当了不婚主义者好了 他这个样子 是怪惹人心疼的 和他相处这么久 第一次看见他 展现出脆弱的一面 最后 晚风轻轻飘了一句 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陪着你 此刻 烟花缓缓升到上空 炸开了漂亮的图案 这是我们共同愿望单上的 看一次海边烟花 我怦然心动 回到海边烧烤地的时候 大家依旧在畅聊 有些人已经醉得 躺在了沙滩上睡着了 场面一度非常凌乱 我坐下来 巧晚给我开了一瓶啤酒 喝点 我犹豫了一会 拿过来一饮而尽 喝了一瓶又一瓶 直到脑袋晕沉 有人轻松地躲过我的啤酒 低沉的声音在头顶上方传来 少喝点 明天你会头晕的 我抬头对上陈云彻的脸 伸手就想去捏他 我把他拽到一旁的沙滩上躺下 两个人并排躺着看星星 陈云彻单手垫着头 盯着星星开口说 上次的呐喊游戏 我问你喜不喜欢我 也毫不犹豫地说不喜欢 我难受了好几天 我一愣 难怪他当时就生愣气 我解释说 我当时以为你在问我喜不喜欢青蛙 你知道我最讨厌青蛙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便闭上眼睛 沉沉地睡过去 直到我感受到 有人急轻地点了点我的额头 温柔又珍重 我慢慢睁开眼睛 陈云彻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在酒精的作用下 我勾了勾唇角 这次是你先亲我的 陈云彻错愕和我对视 我揽过陈云彻的脖子 印上了他的冰冷的唇 温热的气息彼此交缠 陈云彻的瞳孔放大 耳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他开始慢慢地回应我 动作依旧轻柔 生怕弄疼了我 海边 沙滩 晚风 两个人分开的时候 我笑着回答 我答应了 什么 我答应做你女朋友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他不敢相信地挣了挣 我接着说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喜欢是一种什么感觉 谢谢你 等了我这么多年 陈云彻坐起身 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 看着大海说 李芝 我不希望你是江九 虽然我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你也有不喜欢我的权利 你明白吗 我不希望你委屈自己 在当时一半理智 一半酒精催发的情况下 我掏出手机 偷偷编辑了一条微博 定时发送 我握住了他的手 没有江九 是真的 你要是再犹豫 我就说回刚刚那句话 他的理智和情感 此时正在打架 最后 依旧是情感大获全胜 他俯身 再次小心翼翼地亲了我 用手捋了捋我的头发 大滴大滴滚烫的泪珠 落在我脸颊上 至于吗 谈个恋爱感动成这样 大概 这就是暗恋吧 洒下一片温暖的明亮 手机正在不停地震动着 我揉了揉太阳穴 想起了昨晚 躺在沙滩上的记忆 我的脸瞬间红了 把脸埋进掌心里 打开手机屏幕后 看见微博后台炸了 热搜第一 荔枝陈云彻官宣 昨晚设置定时的微博 在凌晨三点准时发不出去了 和陈云彻在一起了 我 确定这是我发的之后 我简直想扇自己两巴掌 我承认 昨晚确实真情流露了 可我这直接发官宣的操作 让我本人都有点迷惑 更抓马的是 陈云彻早上还转发我的微博 梁姐给我发来祝福雨 芝芝 你出息了 居然真的和她在一起了 一开始 我还以为稳痕照片 就是单纯的误会呢 没想到你们是真的 恭喜恭喜呀 列表的消息 我回都回不过来 不得不说 这个进程确实有点太快了 很符合我斩钉截铁的个性 我换好衣服走出去 发现陈云彻就在门口 想要敲门 她自然而然地牵起我的手 将我拉到大厅座下 这动作熟练的 就像我们谈了三年恋爱一样 她把一碗面端到我面前 上面加了一颗爱心的鸡蛋 煎得不算很好 但是有着满满的心意 我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她双手撑在桌子上对我说 长寿面 今天你生日 忘了 果然 每年都是她最记得我的生日 当我想到有镜头的时候 为时已晚 但沐上已经开始吐蕃鼠尖叫了 磕疯了谁懂 我爸妈问我 为什么抱着手机在笑 真的太甜了 甜得我发疯 甜得我在床上扭成蛆 我是乔丸粉丝 但是我现在也很磕这对 谁懂 下次你们两个 可不可以接个恋踪了 真人秀 会不会有点妨碍你们谈恋爱了 有生之年 居然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官宣 救命 我红着脸低头吃面 现在想想 陈云彻对我做的事情 真的和网上说的一样 暗恋一个人会有什么举动 会帮对方解围 会主动帮忙 会忍不住和对方搭话 记住和对方有关的 每一个特殊日子 陈云彻迅速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认真地说了句 女朋友 生日快乐 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 都会有我在你的身边 几声倾笑传出 综艺上的嘉宾 从访问里走出来 眉眼弯弯 纷纷起哄 你们果真有情况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喝喜酒啊 我张红了脸 眼睛不小心撇到 他脖子上的吻痕 默默地低头 把脸埋进碗里 大口大口地吃着面 陈云彻对着他们说 再重新介绍一下 我刚追到的女朋友 毕制 全轮完